作词 李宗盛 当你离开过后的每一分钟 我失眠了 省不见你的黑暗 当你离开过后的每一分钟 心不太是错落 当你离开过后的每一分钟 我终于通过 也成了孤独 有那么容易听过 什么我不想说 不想做 也有一个错 我特意想躲 在原始一个人的失恋 你曾经翻穿过 带走我的旋律和黑暗 躺在窗上的躯壳 让一起都在吵吵我 最后你的魂 你的泪痕 在重新之后都变强到我 切断了一切 让我慢 在你离开过后的每一分钟 在你离开过后的每一分钟 世界停止转动 在你离开过后的每一分钟 记忆开始拖落 在你离开过后的每一分钟 我终于懂 我真的懂 就让我停留在这一分钟 就让我迷失在这一分钟 就让我停留在最后一分钟 我存在你的痛痛 看着你这个一分钟 在我身边真带走 谢谢 谢谢周睿带给我们的好听的歌曲 谢谢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 哇哦 欢迎欢迎 好了 面对我们这么热情的粉丝朋友 是不是先跟他们打个招呼 看到了很多大场的一种朋友们 然后也看到了所有的派派们 大家真的辛苦 因为今天我知道 因为我来的也算挺早的 大家从八点多钟就开始一直在站着 肯定是为了等我说相声 对吧 所以今天有准备段子要跟大家分享吗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只要我拿着麦 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歌手 我是一个主持人 那我来唱吧 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呢 周睿今天在现场 给我们带来很好听的歌曲之后呢 毕竟是在我们的粉丝嘉年华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来问一个 跟粉丝互动有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好 我问一下周睿啊 你知道在我们的粉丝领域当中 营业是什么意思吗 哎呦可知道了 因为我经常会在微博上看自己的超话 然后呢大家又会说 啊瑞哥今天又没有营业 又营业了 所以我知道就是 有没有就是出行啊 有公开的场合 大家能够拍到照片啊 对吧 今天就是营业了 对吧 是吧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准确哦 是吗 差一点点 因为除了可以跟粉丝 粉丝和爱豆见到面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热情的互动 所以周睿在微博上面跟大家的互动算热情吗 没有 我跟你说 说热情的是你就是有翻牌翻到的 我跟你说 我平时我其实挺爱就是评论 但是我的表情包有限 因为我每回复一次别人 我就要用一个表情包 我的表情包都快空 你就枯竭了 你是从来不重复使用吗 对 我的表情包都是一次性 大家都看到了 所有的兄弟某留言的时候 都必须要选择一个相对应的表情包 所以就要很谨慎 那你这个表情包的创作压力很大 很大 每天掉头发最近 最近掉头发 对 好了 那今天呢 除了周睿跟我们带来好天的歌曲 和我们这样的互动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的 我们有一个奖要颁给周睿 所以你猜猜看 如果在粉丝朋友们给你颁奖的话 你觉得你的粉丝会给你颁一个什么奖 什么什么 什么奖 大小什么 什么什么 大大强什么 没有没有 我其实 他们意见没统一 对 我自己觉得如果要给我颁奖的话 应该是瓷腹 最瓷腹奖 最瓷腹奖 都笑 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 应该就是话老跟嗓门大吧 那我们看看到底这个奖 是瓷腹 还是嗓门 好不好 来 有请我们的粉丝朋友 好紧张 这是颁奖还是嗜爱呢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瑞哥这个是我们所有派伴们送给您定制的一个大新套小新 心心相应的一个礼物 谢谢谢谢 对然后这个大新就是我们所有派伴们 然后呢中间这个新就是我们信心念念的瑞哥 把您呵护在心中 谢谢 谢谢 好感动哦 那所以其实就是除了大新套小新之后 我们要颁的奖在你的手里是不是 谢谢 我们今天要颁的是颁给我们铁齿铜牙的周先生 我们尽可一人自拍摇手机 配可独自直播说不停 幽默见台又帅气 安排 安排 所以今天我们的奖项是铁齿铜牙奖对吗 我其实早就已经发现了我可能跟说有点离不开了 来 有请我们工作人员先帮周瑞来把这个拿一下 谢谢 谢谢 铁齿铜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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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拿到了这样一个封号之后 我觉得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好吧 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battle 好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上我们的这样一个 battle 绕口令 battle 好 铁齿铜牙嘛 铁齿铜牙嘛 大家都知道 是吧 除了季晓岚以外 那就是周瑞了 那看看我们的 来我们往这边站 我们看看周瑞能不能顺利的完成我们这样的绕口令 当然 我们的粉丝朋友也要跟你一起来PK 看看谁的表现更好 你先来还怎么样 我 瑞哥给你们打个样子 要不就 好 瑞哥 是这样的 在场的有湖南人吗 就你们知道湖南其实是勒勒不分 这是我的命门 我们南京也是 因为我们南京是 比如说奶奶拿牛奶 奶奶拿榴脸 我们湖南 牛牛娘念牛娘 没了 就是 那这个有压力 有压力 牛郎 牛郎 牛郎练牛娘 牛娘念牛郎 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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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娘 牛娘 牛娘念牛郎 郎练娘 娘练 郎 龙 打扰了 因为 这是 因为你们湖南软肋 没有办法 所以 我们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你是哪人 我是 安徽的 安徽的 也是 我们一样 来我们试一下 牛郎练牛娘 牛娘念牛郎 牛郎牛年 练牛娘 牛娘年年念牛郎 郎练娘来娘 练郎练娘 练郎练娘郎 我觉得这个奖 可能你是不是要拿回去 是自己给自己准备好的 你要挑战一下吗 试一下 这个我虽然是北京人 那没问题 我是大舌头 所以我是来垫底儿 好 我们试一下 牛郎练牛娘 牛娘念牛郎 牛郎牛年念牛郎 牛娘念念念牛郎 郎念娘来娘念郎 念娘念郎 练练娘娘 我觉得其他都很好 但是就这一句 牛郎牛年练牛郎 刚才说的是是不是 这个牛郎还挺自恋的 是的 好的 谢谢谢谢我们的两位朋友的挑战 那我觉得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除了刚刚你们给我们的周瑞 送上了自己的祝福之外 瑞哥有什么话想要跟两位说 跟自己的粉丝朋友们说 先说今天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等了很久 然后因为天气又很热嘛 有点闷热 一个是辛苦大家 再一个是 我觉得回报大家的办法不多 我平时喜欢写歌 我就尽量写些好歌 然后回归给所有喜欢我的人 然后辛苦了 大家真的辛苦了 然后久等了 谢谢谢谢 谢谢周瑞 那同样呢 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跟我们见面 好不好 今天也再次 谢谢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口号想念给 好嘞 就我们跟台下的派派们一起 准备好了吗 你有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好 我们一起来啊 看一看这响亮的口号 三 二 一 只剩少点 好好好 还有其他铺垫 我们台上的我们来念 辣椒炒肉油焖鸡 然后台下的念 唱作剧家 周瑞 OK 好 预备 起 辣椒炒肉油焖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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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粉丝朋友 也再次感谢我们唱作剧家的周瑞 谢谢大家 谢谢上座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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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